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拥有当年历史的泳丽园 在疫情下生意额陈急跌九成 员工人心旺旺 主理人阳太即时安撫同事 承诺不裁员、不减薪 甚至向需要放无薪假的员工 提供交通津贴 安排他们在店内吃饭 之后随即商讨开展外满生意